底下说得很清楚了 父有三种不相应 这都是祖师大德说的 也是告诉我们 我们如果有这三种不相应 虽然一天念佛十万声都不能响 第一个信心不纯 若成若亡 不纯是什么呢 不老实 这个信心有的时候有 有的时候没有了 平常好像有 紧急关头就没有了 紧急关头统统忘掉了 全为自己 那为自己这个肉身就大错特错了啊 第二呢 信心不移 为无决定谷 他欲望太多 爱好太多 学福 每一个中派他都喜欢 善才同志五十三餐 五十三个法门都谢幕 都想学 光学多文 要做大通家 如果有这么一个念头呢 那他信心真的是不宜了 他不能成就 他所成就的 是佛学常识 你看五十三门 一门都不不专 一门都不进 都懂得一点皮毛常识 没用处 三点呢 信心不相许 为什么呢 余念健库 杂念很多 这三个确实是大病啊 下面说 地相守舍 若能相续 则是一心 但能一心 即是纯心 居此三心 若不生 这无有是处 我们要把这三种布 把它放下 收拾 就是放下了 这也放下 第一个 信心蠢 第二个 信心转 第三个 信心相许 那你就没有不成就的 你决定会成就 陌后说了 若能相许 就是一心 但能一心 一心就是纯心 这个人 决定得生 决定成就 真的话说反面 若不生 这 无有是处 这样的人 居此三心 如果不能往生 没有这个道理 无有是处 没有这种道理 有是无是处 这种道理 就不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